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就给大家带游戏的 应该是和平经营 然后给大家继续带来 这个和平经营的排位比赛 反正和平经营没有匹配 这个怎么打都是排位 在我录制视频的当天 10月29号 和平经营的排位已经是更新了 目前为止呢 我也是段位不是很高 然后冲进入呢 感觉大家的水平有点参差不起 但是勉强都还可以接受 所以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录亮起的 可能哪一天我就感觉 我这个玩20天都吃不上几 可能我的人生也就到头了 这个有点尴尬 稍微注意一下四周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落掉了很多的人 然后我一直看到这个老哥 这老哥明显是个电脑 站在这个房间后的 直接将它带走之后 它包里也是没有这个狙击响 我现在还是需要一把狙击响 因为我站在食场这个位置 其实有一把狙击的话 会比较好的效果 然后我个人也是现在在玩 单人私牌 因为我之前的这个私牌模式呢 也是没有上这个段位 所以说目前呢 也是打算多玩一下这个模式 现在呢 也是把笔就是在手 然后我插的呢 只是一把狙击响了 还是四处搜一下 有没有狙击响的存在 拿一个燃烧瓶 最近呢 特别喜欢用这个燃烧瓶 原因就是感觉燃烧瓶 会比手雷的威胁更大一些 因为手雷是炸一下就算了 而燃烧瓶呢 它会改变目前 你瞄准一个方向 改变那个方向的一些地形 就比如说四周有火 它只能选择是 它就是可以逃闯的路线呢 就不是很多了 所以说目前也是 喜欢这个燃烧瓶 有点大于喜欢这个 有点大于喜欢这个 手雷了 但是怎么说呢 个人感觉还好啊 这地方也是换作强了 这也是大家 就是新手玩家 比较常犯的错误 我这地方也是换错了 大家每次这种情况下呢 在填包的时候呢 不要光专注于 它包的有什么 而是看一看 你到底缺什么 比如说这把我首先 我缺一把狙一枪 然后并且 别的东西都不是很欠缺 首先子弹是足够的 并且 拔被镜也是有了 所以说呢 就是只是缺一把狙一枪而已 现在呢 也是有一些危险 然后看到一个人 有四个人在这边跑 然后点了一枪 然后 四个人是一起的吗 我错了个 我再点他一枪 算了算了 这得撤了啊 先打一个大宝 哎我吐了 后边好像有人在打我 但是他是被那帮人解决了 那完了 我这把肯定是没了 因为我现在 待在这个石头后边 我也不敢出去 所以说我还是打算磕钥 但是我估计对面要跑过来了 如果他们跑过来 我百分之百 是没有了 先稍微 完了完了完了 我先把它点掉吧 能杀一个是一个啊 也是直接 直接把它 直接把它点掉了 点掉之后呢 我没了 果然四个人直接冲上来 向我带走 哎 有点难受啊 确实是我 没太注意 我以为是他们在打架呢 因为刚才有枪声啊 没想到 可能是他们在打电脑 或者是 呃 这个 放空抢啊 有点 吸引我了 那本期视频的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也是和平精英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